这是一所与众不同的贵族学校 在这里成立优异不算什么 赌博水平高超才是王道 目的是为了培养有策略 有手段 会读新术 还在关键时刻拥有精准而强大判断力的角色 所以赌博能力强的人 就能得到众人敬仰 反之则会受尽欺凌 因此校园内逐渐形成了等级鲜明的阶级制度 而等级的高低 则是靠向学生会缴纳的金钱数额而定 倒数一百名则会被带上狗牌 沦为毫无尊严的家畜 而在昨天的赌博中 由于早已拟出老千 被转校生孟子识破 从而输掉了一千万 所以身份地位瞬间一落千丈 即使桌子上被写满了污秽不堪的言语 也不敢说什么 这就是残酷的现实与阶级制度 也是因为这场赌博 让孟子名声大噪 很快吸引了学生会成员黄一月的注意 希望能与孟子一较高下 孟子爽快地答应了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个女孩是超级富二代 家里是日本最大的扑克牌制造商 所以在玩扑克牌上 从来没有输过 而这次他们要玩的是 双重神经衰弱 说白了就是找相同 拿出两幅扑克牌 去掉大小王 剩余104张 两人需凭借惊人的记忆力 连续翻出两张点数与花色一致的牌 最先猜中54张的人就算赢 至于赌注 自然不会是一万两万 黄一月直接掏出了两千万 孟子瞬间怂了 我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 黄一月表示 姐不差钱 借你两千万又何妨 虽然赌局一开始 两位女神可以说是势均力敌 不相上下 可这次幸运女神并没有眷顾孟子 不败女神黄一月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然而输了两千万的孟子 非常不甘心 她请求黄一月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黄一月也是在这时露出了真面目 她的爱好是收集指甲 所以这一局 孟子需要用自己的指甲作为赌注 为了翻盘 孟子只好答应了 黄一月内心狂喜不已 看来自己的收藏又要增加了 其实赌桌上的牌并非是普通的扑克牌 而是他们家工厂特别制作的作弊道具 所以无论如何 孟子都不可能赢 殊不知 孟子早已经识破了她的骗局 听到此话的黄一月 震惊不已 如果此时一旦曝光 那么自家企业肯定会因此倒闭 就在她思考着该如何应对之时 孟子已经率先翻完了54张牌 黄一月这才明白过来自己中了孟子的圈套 原来她输掉赌集时的楚楚可言 竟然都是装出来的 面对孟子再来一举的要求 黄一月立马吓得哇哇大哭 看到如此无趣的女人 孟子只好作罢 而她的英勇蓄迹 也再次传入了某些大人物耳中 那么接下来 她又将面临怎样的考验呢 好了 我是女神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评论转发哦 我们下期见